36岁的曼迪长了一双巨腿 导致她的体重达到了220斤 上半身瘦如枯狗 下半身却营养过剩 并且这双巨腿还在不断变大 即便做了节肢手术也无法让其停止生长 曼迪试图找到一种特效药 阻止腿部的疯狂生长 她是否能够如愿呢 曼迪从出生起就患有罕见的疾病 她的双腿比普通婴儿大了两倍 这让医护人员感到非常不解 医生断言曼迪活不过两周 她却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虽然双腿一直在不断变大 但曼迪的童年还算过得愉快 直到成年后 她的双腿已经达到巨人般的程度 每一步都要耗尽全力才能跨出 父母从小教会了曼迪坚强独立 自己穿衣穿鞋 能做到的事情绝不麻烦别人 医生对曼迪的病因知之甚少 这种罕见病几乎没有先例 只有变形感菌的症状有几分相似 在曼迪七岁的时候 医生曾提出过节肢的建议 但手术风险太高 父母不愿冒险拒绝了这个提议 等到曼迪三十七岁 她的左腿出现深层溃疡 感染不断加大无法治愈 为了挽救生命不得不做节肢手术 曼迪巨大的双腿异于常人 手术风险和难度成倍增加 在进入手术前她强忍泪水 曼迪不忍心看到陪同的父母为自己担心 主治医生并不认为她能挺过这场手术 可顽强的曼迪又一次上演了生命的奇迹 经历五个半小时的高强度手术后 她成功挺了过来 左腿膝盖以下的部位全部截掉 但曼迪的情况并没有因此改变 双腿依然在不停变大 她希望找出无限生长的原因 手术四个月后曼迪准备出院了 失去半条腿的她无法再使用拐杖 医院为她配备了大号轮椅 但曼迪从床上起来变得更加困难 只能借助其他人的帮忙才能坐上轮椅 出院这天曼迪坚持自己开车回家 上车的过程显得尤其艰难 在两个人的协助下才进到驾驶室 她的汽车经过特殊改装 只用双手就能正常驾驶 回家后的曼迪四处碰壁 她被一个小小的门框挡住去路 父母在旁边一脸担忧 他们很想上去帮忙 但曼迪坚持要自己尝试 她不想把父母一只绑在自己身边 刚用上轮椅这段时间里 曼迪难免会出现情绪崩溃的情况 时常沮丧甚至对自己发脾气 但她全都熬了过来 自从截肢后两条腿长短不一样 曼迪原本的裤子已经不合身了 妈妈正在为她重新缝制 从小到大的裤子都是妈妈亲手为她改制的 因为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合适的裤子 这里面的一针一线都是妈妈无私的母爱 回家一个月后 曼迪准备去医院定制甲织 希望在甲织的帮助下 行动可以变得更加轻松 甲织团队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双腿 考虑到腿部会不断变大 他们设计了可以自由伸缩的收紧带 这样就不用频繁更换甲织 曼迪的大腿直径将近一米 在四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完成石膏倒膜 接下来需要等待一个月的时间制作甲织 曼迪来到研究所想弄清腿部变大的原因 罗伯特医生也很不理解 为什么她上半身几乎没有脂肪 体质率比运动员还低 而下半身恰好相反 全身的脂肪都转移到了腰部以下 如果双腿一直在消耗全身的能量 是否会对她的健康产生影响 经过三天的详细检查后 要等待三个月才能知道结果 在等待期间 妈妈为她改制的裤子完成了 曼迪心里万分感动 她唯一能想到的报恩方式 就是尽快治好双腿少让父母担忧 虽然自身有残疾 但曼迪跟普通女人一样爱美 不能去美容院她会叫美甲师上门服务 给自己做一个漂亮的指甲 享受一下普通人的服务 一个月后曼迪去医院试戴了甲织 这次测量腿部的直径又增加了4厘米 好在伸缩设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了给甲织一点仪式感 曼迪特意去鞋店买了一只鞋 这也是她36年来第一次买鞋 此前的裤子和鞋都是定制的 手里拿着新鞋的曼迪异常开心 她兴奋地期待着双腿治愈的一天 可以拥有一双真正的鞋 一段时间后 罗伯特医生的分析终于有了结果 通过基因测序显示 曼迪腿部细胞的基因失去了控制生长的机制 才会出现无限生长的情况 医生将据此深入的研究 希望尽快找到对应的特效药 这也让曼迪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终于到了正式穿戴甲织这天 经过吃力的穿戴步骤后 曼迪在医护的搀扶下重新学习走路 这个过程异常艰难 双腿实在太笨重 她连起身都很困难 尽管曼迪很努力地适应甲织 但这并没有为她带来根本上的改变 回家后的曼迪只能在家人协助下才能穿戴甲织 用尽全力从床上起来后 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练习走路 甲织无法改变她的现状 曼迪迫切希望找到治疗的方法 好在医生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她发现曼迪腿部有基因突变的情况 原本在身体需要的情况下 该基因才会释放生长信号 但突变后的基因完全不受控制疯狂生长 即便现在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药物 找到双腿变大的原因足以让曼迪兴奋了 接下来需要继续等待合适的特效药 虽然甲织目前的效果并不明显 但曼迪依然没有放弃练习 如果特效药始终无法找到 那么甲织将成为独立行走的唯一希望 不久后迎来了好消息 一种叫雷帕霉素的药物可以抑制细胞生长 它本来是用于肾移植排斥反应的 罗伯特医生打算用在曼迪身上尝试 但特效药本身有风险 它可能导致呼吸困难 以及破坏免疫系统和败血症等副作用 是否选择服药完全取决于曼迪的决定 他的好友也曾劝他仔细思考 为此他们做了利弊对比 虽然副作用不少 但看着双腿日渐增大 行走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曼迪还是愿意尝试 他对下半生的想象绝不是在轮椅上度过 而是像普通人一样能跑能跳 服药前曼迪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检测 服药三个月后只出现了轻微的副作用 副诊时他的体重减轻了20磅 说明特效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他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瘦腿的心愿终于有望实现了 现在的曼迪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或许在将来不久 我们会看到一个苗条的曼迪 我是邦德 喜欢本视频记得点击订阅 带你看更大更广的世界